- 要天天都想要,要吃喝玩樂,要八卦內幕,要社會新聞,要解決問題,劉軍耀下午2點,非要不可! 好了,酒吧新聞台,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非要不可,我是你非要不可的劉軍耀,瘦耀耀,又到了禮拜五,大捕頭! 大捕頭呢,上個禮拜咧,咱們講到一個新的故事,就是呢,兩隻貓,一對老人養了兩隻貓,那兩隻貓不用顧,死在了陽台 那死在陽台呢,後來呢,這個租給了大學生,大學生竟然在那邊死了,哎呀,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後來呢,把達仁跟法師呢,給找來了,那達仁法師呢,找來之後呢,把這個房子呢,給買了下來之後呢,要怎麼樣的處理呢? 上個禮拜,講到,這個呢,法師跟達仁呢,帶著呢,這個選了一個黃道吉日呢,要去打掃房子,因為自己是主人,主人來掃才有用 那結果呢,來掃的時候呢,那不是之前貼了一些糯米紙嗎? 啊,就要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來,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法師呢,一看,哎呀,糟糕了 那竟然呢,房子裡面的東西,舊的東西,沒有出去,可是呢,新的東西進來了 好,上個禮拜講到這裡,上個禮拜,這樣子講,結果呢,這個呢,達仁呢,嚇壞了,怎麼辦?有新的東西,舊的還沒掃出去,新的又進來了 哦,那怎麼辦?他,那個,法師說,你趕快,現在呢,今天呢,也別掃了 黃道吉日的時候呢,不能夠呢,去招惹,哦,這些,如果有一些髒東西啊,黃道吉日反而是呢,更不要去招惹他 否則呢,一旦呢,他纏上了,在這種呢,節氣啊,或什麼呢,很盛的這樣的一個,很旺盛的這種日子裡面呢 一旦呢,好兄弟呢,纏上了你啊,你呢,事情更難,更難處理 所以呢,好了,今天,不要打掃了,那你不要打掃,幹什麼呢? 哦,先,過了今天,再說,隔天,哦,法師呢,帶著呢,達仁呢,又來到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時候呢,法師又拿出他的龜譜,哦,這是之前有跟大家講的,這是他的隨身必備的道具 龜譜呢,上面如果濕濕的,那就是呢,這個房子裡面呢,有一些冤魂 如果乾乾的,哦,那表示呢,哎,這個房子還挺乾淨的,哦,就在這個房子裡面呢,就轉了一圈 那,看看,這個呢,有沒有什麼,哦,這個感應 結果呢,他感應呢,轉了一圈之後呢,嘿嘿,那個,達仁呢,看他轉回來了 然後呢,一看那個龜殼上面呢,看起來,哎,好像乾乾的啊 他手呢,就過去呢,就摸了一下龜殼,哎呀,這麼乾啊,哈哈,這下不得了呢,你衝啥 啊,啊,法師生氣了,他說,你幹嘛摸他啊,他說,有什麼關係,啊,你是濕濕的才有冤魂嗎 你看起來乾乾的,有什麼關係,摸一下有什麼關係,哇,慘了,這下子呢,法師急了 他說,哎呀,我,哎呀,這個呢,法師呢,一句話呢,講到嘴巴,可是又吞了下去 那怎麼跟你講才好呢,好啦,別管啦,你趕快去買一些呢,這個,哦,這個紙錢,哦,買一些紙錢,跟一些白蠟燭,趕快,去買這些東西回來 你趕快去,哦,然後呢,他說,怎麼回事呢,突然間,突然間,這麼兇臣摸一下那個龜殼,乾乾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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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花這麼大的脾氣啊 哎,這時候呢,法師呢,突然間呢,這個呢,轉怒,哦,微笑,哎呀,沒有啦,跟你開玩笑啦,哦,其實沒什麼啦,就是跟你呢,我意思是說,你不要隨便亂摸,對不對 我們在做法師的時候呢,你不要呢,哦,好奇,哦,過來碰這個,碰那個,有時候呢,我這樣子是警告你,哦,這一次呢,沒什麼,但是下次千萬不要,好不好 哦,那你就趕快去吧,哦,趕快去吧,反正這個房子裡面,就如你所說的啦,摸起來乾乾的,哦,龜殼這麼乾,那表示呢,這裡面的屋子什麼都沒有啦,哦,那可能是什麼呢,空了太久了,哦,也沒什麼人氣 所以呢,有些時候呢,晚上啊,有些好兄弟啊,找東西經過的時候呢,要看到裡面沒有人,那他進來呢,就呢,窩了一下,哦,那所以呢,沒什麼事啦,哎,不過呢,這個可能晚上呢,要找一個呢,這個,陽氣盛的,哦,的年輕人呢,住一個晚上,也就沒事了啦,哦,誰要來住? 你啊,你是剛好年輕人,然後呢,陽氣很盛啊,嘿嘿嘿,達人又被設計啦,達人說,蛤,怎麼又是我,嗯,那你,你就是,陽氣盛,還有啊,你幹嘛去摸,摸我這個,這個龜脯,啊,這算是一種懲罰,好不好,那晚上沒事,你就是在那邊睡一覺,就好啦,哦,這個達人心想說,哦,原來你就設計我,晚上要在那邊睡一個晚上, 晚上就是了啦,哦,好啦,那就這樣子,就把之前那個床呢,他們打掃的時候,搬出去的床呢,給搬了回來,就放在客廳的正中央,那床本來是擺到臥室去的啊,但是呢,他不是,法師說來,擺在客廳的正中央,啊,怪怪的嗎?我,我到現在,好像也沒有看過人家的床呢,放在客廳的正中央,晚上還要睡在那裡,是吧?好,但是呢,就不管啦,反正你就晚上就,就睡這裡, 你那個呢,那個紙錢什麼白大廚也甭買了,我去買就好了,哦,我明天再來看你,啊,啊,明天,啊,對啊,現在快天黑了啊,是不是,你今天晚上就睡這裡,哦,然後,我明天再來看你,啊,走的時候呢,那個呢,法師呢,就從包包裡面呢,不知道是,東撈,西撈,拿出了,什麼,一面鏡子,交給了,哦,交給了達人,就跟他說,這個呢, 他拿一根紅線啊,把那個鏡子呢,綁,綁好,然後呢,繞了一個圈,好像,好像呢,是什麼,是那個綁成像,在脖子上面掛的項鍊那樣子,哦,掛在脖子上面,然後,有一個鏡子這樣,把他掛在,這個達人的脖子上,他說,哦,你啊,晚上,你一定呢,睡在這邊的時候,你要把那個鏡子哦,的鏡面啊,哦,你自己照照鏡子,對不對? 照完之後呢,你就把它放在你什麼?放在你的胸口上,哦,鏡子要朝著你的胸口,哦,那鏡子的背面呢,就朝著天花板,哦,記得哦,哦,那你睡覺的時候呢,就要平躺,因為這樣嘛,鏡子才能照住你的胸口嘛,你不要翻身哦,那你一翻身的時候,鏡子就翻過來了嗎?這樣子哦,可能呢,對你不太好,啊,為什麼對我不太好?哎,你照著做就對了,你先不要問那麼多,哦,問多了呢, 你晚上呢,想太多,你又睡不著,哦,反正就是不要翻身,晚上呢,鏡子蓋在你的胸口,這樣子,一覺到天亮,保準就沒事了,哦,哈哈哈,好,這個呢,法師交代完之後呢,好啦,天黑了,我走了,我走了,哦,你晚上不要亂跑啊,就在這裡啊,哦,那達人一個人呢,哦,法師這麼一走啊,門一關,碰,哎,怎麼突然間哦,就覺得整個客廳啊, 就陰深深的起來,這明明哦,這燈也沒有哪一個燈熄滅,可是他怎麼覺得呢,陰深深的,啊,寒風刺骨,這人啊,你看,人嚇人了,這人都自己嚇自己,啊,自己嚇自己呢,就越想就越害怕,哎呀,趕快,乾脆,把那個被子啊,趕快收拾,啊,鋪好床了,對不對,被子呢,趕快,蓋起來, 早點睡覺好了,反正呢,晚上也沒有什麼地方去了,反正就,今天晚上一定得睡在這裡了,哦,然後,哎,天才黑沒多久,你,這麼早就睡覺,你能睡到幾點啊,啊,在那邊呢,躺在那邊呢,這個,那個達人說,他,那一個晚上,一開始以為,哎,這麼快就天黑了嘛,哦,他把燈一關,關了之後呢,黑媽媽一片,黑媽媽一片呢,他想說,嘖,哇,那, 躲到被子裡面去好了,哦,比較不會那麼害怕,哎,沒想到躲在被子裡面呢,他連動都不敢動,他連動都不敢動啊,感覺上很冷,可是呢,雙腳雙手呢,直冒汗,哦,嚇得不死啊,啊,然後呢,都不敢動,不敢動的時候呢,你知道人啊,人不敢,人你身上沒有動的時候呢,你會覺得越來越僵硬,越來越僵硬,而且呢,你會覺得很不舒服,他呢,實在是在棉被裡面呢, 熬的呢,熬不住了,哦,實在是,啊,怎麼會,越來越覺得悶,你越覺得悶呢,他就更悶,啊,乾脆呢,把這個呢,被子啊,掀開了一個角,哦,好好的呼了,呼吸了一口氣這樣子,然後一看,表,幾點,才十點,哈哈哈哈,還了半天,才,他以為呢,至少凌晨兩三點了吧,對不對,再熬個幾個小時,再熬個兩三個小時, 可能就天,天亮了,有沒有想到,哈,他晚上十點,哇,這衛冕也實在是太,太難熬了吧,哦,哎,可是呢,這個時候,他想說,那還是,左右沒事,還是睡吧,哦,當然一睡的時候呢,哎,怎麼突然間呢,打了一個呢,雞皮疙瘩,哦,打了一個冷戰,哎呦,哪,誇一個,這樣啊,哎,這突然間怎麼會冷了一下,哦,他呢,就說呢, 本來啊,有一點睡意了,就這個時候硬冷了,又把他整個弄清醒,一弄清醒的時候呢,怪了,全身不能動,他說啊,他被鬼壓床啊,這一次是他,印象最深刻的鬼壓床,因為呢,他,很清醒,清醒到呢,這個呢,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從頭想一遍,從小到大的事情呢,清醒到,不行, 那可是呢,全身真的不能動,然後呢,眼睛這麼大大的,看著天花板,是吧,然後呢,越看呢,越覺得,好像,這屋裡面啊,客廳裡面呢,有人,有其他人,哦,他又感覺那個影子呢,飄來飄去這樣,清醒到這樣,但是呢,越看到有人,有東西飄來飄去,他越害怕,越害怕呢,身體越不能動,哈哈,那心理想, 很糟了,什麼時候不來,現在真是竟然呢,鬼壓床啦,好,那鬼壓床的時候呢,是有很多辦法啊,對不對,大家都知道,要不然罵髒話,有沒有,什麼呢,祖宗八代呢,給他請出來,然後呢,就用這種方式呢,去把鬼呢,給罵跑了這樣,或者呢,動動腳趾頭,有沒有,或手啊,什麼的,他就這樣呢,什麼都做了,什麼祖宗八代而已,祖宗十六代呢,通通通罵了, 結果呢,沒有用,哎,都沒用,越罵越狠,越沒用,哇,他急了,心頭急了,手腳他說,那時候感覺上,冰冷到不行,哎,這個時候呢,突然間呢,哎,放在那個呢,枕頭旁邊呢,電話呢,嚷嚷嚷嚷嚷,響了,哼,這麼一響啊, 他說,全身呢,好像被壓住的,那個力量啊,突然間釋放了,突然間不見了,他整個人,從那個床上面的彈起來,這樣,呼,趕快,電話呢,接起來,法師打來了,哈哈哈哈,法師說,哎,還好嗎,睡得好啊,哇,他說,他把剛剛呢,經歷過的,這個鬼壓蟲的事情呢,跟他講了一遍, 哇,你真的是,你還跟我說,這個房子,這個房子沒有事情,你還跟我說,只要是有一個年輕,這個陽氣盛的年輕人睡覺就好了,你明明,這個房子,明明就,就有事,他說,嗯,那我,如果跟你說,這個房子,有事,你還敢住在這邊嗎,哈哈哈哈,原來他被騙了,哦,然後呢,法師就,一本正經就說,好啦,你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生氣,我問你, 你有沒有覺得,有人在你的耳朵旁邊吹氣,他說,哈,沒有耶,我有鬼來壓床,可是我還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在我的耳朵旁邊吹氣耶,他說,好,那還好,那現在呢,好戲還沒開始,待會,哦,如果,有人在你的耳朵旁邊吹氣,你呢, 要趕緊,把你的胸口上面那邊鏡子,朝他的方向給他照過去,哦,知不知道,哦,比方說,突然間右邊,來跟你吹氣,你趕快把鏡子呢,往右邊照,哦,左邊吹,你往他照,照到左邊,千萬不要睡著,你睡著了,那事情,可能就, 把達人背的法師呢,恐嚇的呢,一嫩一嫩的,哎呦,你這怎麼這樣,你趕快過來陪我啊,不行不行,我今天晚上有更重要的事情,哦,我要把這個事情呢,都安排好了,明天再操辦吧,哦,那你呢,就,按照我跟你說的,保主沒事,哦,反正哪邊照過來, 哪邊吹氣,哪邊,你就可以照過去就對了,哦,哦,好吧,這個呢,我不跟你多說了,拜拜,啊,法師電話一掛,達人心裡面呢,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的,啊,乾脆呢,乾脆,把房子的燈呢,全部給他打亮,哦,全部打亮,哦,這樣子,壯膽嘛,哦,也比較不會害怕,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很多的房子,哦,你那個晚上的智光燈打亮的時候啊,你有沒有覺得,更有陰森森的感覺,哦,陰冷的感覺,哦,他打亮呢,就是這種感覺,而且呢,他反而感覺上呢,那個黑影更明顯,你晚上呢,黑媽媽的時候呢,黑影還不是那麼明顯,可是呢,那個智光燈突然間開亮的時候呢,你突然,眼睛的這個可能是呢, 錯覺的關係,哦,你反而覺得說,哎,好像哪個地方有一團黑影,這樣子,哦,那個,達人在那邊看來看去,發現到處都是黑影,哈哈,他在覺得說,是不是我眼睛的錯覺,這樣,好,那不管啦,反正他記住呢,法師告訴他的,有人吹氣,他就往哪個地方照,哦,好啦,人的心裡面就是這樣,他一躺下去之後呢,怪怪,右邊呢,在吹氣, 趕快照右邊,左邊又來了,趕快照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左邊,我跟你講,他說他躺下去的時候呢,那個鏡子啊,左右這樣照了,至少十幾次,哦,因為什麼,因為感覺上呢,這個氣啊,到處在吹,呵呵,他完全沒有,沒有感覺,什麼叫做吹氣,哦,反正他覺得,感覺,有風啊,或者有,有什麼東西經過, 有飄過這樣子呢,他就覺得呢,有人在吹氣了,哦,可是呢,他這樣子照照,反而呢,都沒照到什麼,也沒發生過,什麼事情,可是呢,整個房間呢,就是這樣,靜悄悄的,而且呢,越來越覺得呢,很冷,哦,突然間, 燈,整個熄滅了,哇,他自己呢,嚇一跳,他躺在床上了,對不對,這時候燈呢,突然間熄滅了,他想,這是有關燈,還是停電啊,他不曉得,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呢,他還在想,還在猶豫的時候呢,嘿, 左邊,左邊,吹來了,一陣風,而且呢,這一陣風,他很清楚,跟他剛剛的感覺都不一樣,這真的有人呢,對著他的左耳呢,在吹氣,哇,怎麼辦,就完了,廣告,廣告之後呢,咱們去聊,好啦,九八新聞台,我六軍要受,又要,嘿,左邊吹過來的氣呢,達人呢,非常清楚,感覺,有人吹氣了, 二話不說,鏡子呢,照過去,把它揪過去,哦,照過去之後呢,他感覺上,那個鏡子啊,有一種震動,哦,那個震動呢,就像我們在握那個,我們那個,手機開震動的時候,有沒有,搭,搭,搭,你可以感覺到,他那個震動的感覺,他說沒有那麼強啊,沒有像我們開震動那麼強,可是呢,就是那種,大概那一種的呢,十分之一弱,哦, 就感覺上手這樣,麻了一下這樣,嘿,感覺上他有照到他,哦,然後呢,這個氣,被他這麼一照的時候呢,馬上就停止,斷掉,不見了,就消失了,啊,這麼一消失,他就在仔細感覺,會不會就從右邊來,你知道嗎,他就是在等,等著呢,這一,剛剛吹的氣呢,會不會再從任何一個方向呢,再吹過來, 誒,可是呢,他很安靜的聽,沒有,沒有再來,他就一直等,等著這一顆呢,這個氣什麼時候再吹來,怎麼一等啊,多等又等呢,等一等呢,誒,天竟然慢慢餘肚白出現了,哎呦,天亮了, 哇,這下子呢,他才呢,慢慢呢,鬆了一口氣,而且,當天光一亮啊,慢慢亮的時候呢,他整個房子的一個情況,他反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說有點日光燈的時候呢,反而覺得呢,有黑影,哦,而且呢,很陰深深的感覺, 當那個天光一亮呢,誒,他剛才覺得呢,這個,這個呢,看到的東西呢,比較踏實,實在多了,哦,然後呢,這個時候呢,他才真正覺得呢,什麼,眼皮很重,累了,一個晚上呢,都跟這個呢,這個,什麼吹不吹氣啊,什麼呢,搞了一個晚上, 天一亮啊,慢慢亮,他才真的覺得累了,哦,終於呢,睡著了,啊,等他呢,在被嚇醒的時候呢,是那個,法師在叫他的時候呢,嘿,你在睡覺啊,哈哈,把他給,從床上給彈起來,對啊,哦,我都知道,我到天亮,終於睡著了,哦,啊,怎麼回事,他說有人在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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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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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法師說對啦 那應該就是了 雖然那個列了 但是呢 法師說沒有關係 拿過來 拿紅布 就把那一個鏡子給包起來 放到他自己的包包裡面去 然後呢 就問搭人說 你照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長什麼樣子 所以 我還看他長什麼樣子 我也嚇得嚇壞了 我還看他長什麼樣子 哎 法師說可惜啦 那一輩子呢 你可能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什麼叫做鬼啊 你呢 還是沒有機會看到 可惜啦 他說 不管啦 可不可惜啦 究竟怎麼回事 他說 應該好了 這個是呢 這一個房子的 這一個 這一個壞東西啊 已經呢 被你呢 給這個呢 嚇跑了 怎麼說呢 他說其實喔 一開始我們來這邊龜譜的時候呢 你覺得那個上面呢 是濕濕的 可是呢 我在龜譜的時候呢 本來是濕濕的 可是當我在繞一圈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第二天 沒有打掃之後呢 隔天再來的時候呢 一下子 一下子 上面一點點濕濕的這個 這個呢 水水水水水水氣啊 一下就乾了 法師就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呢 房子裡面呢 本來的那個東西啊 本來的那個 那個好兄弟啊 他是沒有辦法呢 跟新來的這個呢 抵抗的 也就是說 新來的這個呢 比較強大 新來的壞東西呢 髒東西呢 比較強大 一下子呢 就 控制住了呢 這個呢 房子裡面呢 本來的這個 這個算是 比較弱的鬼 那 那個時候 我正在 吃驚的時候 結果你手就過來了 一摸就摸了這個龜殼 我告訴你 在我們在做法的時候啊 這個東西啊 龜殼啊 它等於是什麼呢 它等於是你的陰陽 陰陽界的一個媒介 如果你呢 你的手摸在那個上面 其實就好像呢 你直接跟呢 在陰間裡面的鬼啊 你們直接呢 通上了 通上了關聯 你等於是直接呢 摸在了 它的身上 它很有可能呢 藉著這個機會呢 直接呢 就呢 上了你的身 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鬼上身啊 它可以 一瞬間 就讓你呢 鬼上身 所以我很 我很操心啊 我只是不敢講 我講了之後呢 我怕你呢 這個呢 被我呢 嚇到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故意不講 讓你晚上一個人 在這個地方睡 在這個地方睡 因為啦 晚上在這個地方 很陰嘛 很陰 又在 午夜的時候 我要你先用 鏡子呢 來震住你自己的魂 是不是 我不是給你面鏡子嗎 蓋住你的心窩 是呢 要讓你震住你自己 不要讓你的魂啊 被呢 被引出去 是不是 那 等到呢 這個壞東西呢 要過來呢 要來 要來呢 這個 侵占你的時候 或者是要來呢 來對你怎麼樣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呢 趁他呢 不注意呢 一下子用鏡子照他呢 我告訴你 因為呢 鏡子從古至今啊 就是辟邪用的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家家戶戶戶 不是八卦鏡啊 什麼東西 都會把那個鏡子呢 是不是 朝著外面 因為那個鏡子 它是會把 如果那個壞東西 突然就被你一照 它就傷了 它這麼一傷啊 它可能就 可能閃了 就跑掉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它 這一個 答案就問 它說你講了半天 那這到底什麼東西呢 它依照我研判啊 這一個呢 所謂的妖媚啊 應該就是呢 那兩隻貓 變了 那兩隻貓呢 其實呢 它 如果佔了人的 佔了你的身體 開始去修煉的話 它本來也許就是一個妖媚而已 可是後來呢 它可能會修煉成更壯大的 可能變成魔 我們在講的妖魔鬼怪有沒有 它可能變成魔 那事情就麻煩了 那 因為呢 那個妖媚啊 它已經之前呢 應該站著這個呢 那一對老夫妻啊 這身體呢 也修煉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不曉得 但是不曉得這兩隻貓啊 這中間呢 有些什麼過節 後來呢 是不是 兩個不是被送走了嗎 送走之後裡面呢 後來死了一個大學生 是不是 那 那個大學生呢 的那個冤魂啊 那本來還在這裡 可是呢 那兩隻貓一回來啊 一下子呢 就把這個大學生的那個呢 給控制住了 所以 為什麼呢 我們在龜譜的時候呢 一開始還濕濕的 後來一下子呢 就乾了 是這個道理 那 他人說 那你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 承理乾淨了嗎 清乾淨了嗎 他說 大致上是 但是呢 我還必須要 再做法 把這個地方 他必須打個結界 是不是 整個四周圍啊 什麼東西 把他 因為呢 讓他 至少呢 他們現在受傷 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的 這段時間 我們更要把這個地方呢 把他清理乾淨 那裡面的這個呢 包括這個大學生的冤魂啊 什麼呢 我們一併呢 給他做一個超多的法規 就這樣 才呢 法師 跟達人 至少法師確定 達人呢 沒有因為那樣子的一個 一個 手掌 的動作 惹 惹贏鬼上身 惹禍上身 這是至少呢 法師可以 肯定的一件事情 那至少 其他做了這些呢 就對了 法師來講呢 就簡單啦 齁 做完呢 把這個呢 齁 這個 這個兄仔呢 進化了之後 打一個結界 當然 轉手賣房子 那才是重點啦 他們呢 這一隊呢 真的是 什麼要求 不逃 齁 的錢 都敢貪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房子弄好了 齁 把這個呢 轉手出去 賺了一點錢 可是啊 我後面呢 再去問他們這個事情的時候啊 根據法師的說法 他說呢 這貓喔 這貓的這個魔啊 就像狐狸一樣 這狐狸呢 他們不是也會用狐狸精嗎 這種 這種動物的這種靈啊 他們 每十年啊 這修煉啊 他們會多長出一條尾巴 多長出一條尾巴 就像我們聽過九尾狐有沒有 九條尾巴的狐狸有沒有 九尾狐 那是一種鬼怪 那 等到呢 他呢 這個尾巴呢 長到呢 十條的時候啊 他呢 就可以說人話了 信不信呢 有你 今晚到 廣告做一條 好啦 這次新聞台 我的軍要瘦又要 來 鏡頭呢 我們馬上呢 給他轉到台南去 哈 台南呢 台南另外呢 有一個呢 這一個呢 被英靈啊 佔據的一個兄仔 我要講這個故事 這個呢 法師跟達人呢 他們其實 法師的大本營啊 在台南 那他的師兄也在台南 所以在台南呢 他們曾經呢 買了一間呢 是被英靈啊 佔據的一個兄仔 英靈什麼叫英靈啊 就是啊 有些這個 夭折啊 或墮胎 的時候呢 的這個小孩子的這個 的靈魂 就英靈 那他呢 是屬於呢 夭折的 這一個英靈呢 是三歲多的時候呢 三歲 不是十三歲 三歲 三歲多的時候呢 在這個房子裡面呢 夭折了 死了 那死了之後呢 那親生的爸爸媽媽呢 就當然很難過啦 那很難過 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住了很久 可是 住了很久 但是 沒想到這個小孩子呢 他們覺得啊 就不想再住在這裡 齁 這個 曾經一間 啊 風水不太好啊 氣勢不太好 所以呢 就搬走了 搬走了之後 那後來 房子當然就賣嘛 張貼賣 一開始呢 也沒有人去買 一直呢 一直知道呢 這個 法師 跟達人呢 輾轉聽到這個消息呢 去看 去看的時候呢 法師覺得說 這個呢 英靈呢 不是太兇 三歲 就死掉的這個小孩 才算是蠻好處理的 所以呢 他就呢 就簡單的超渡 超渡完之後呢 就進化了一下 就呢 張貼要租或售 這樣子 好啦 那這個時候 如果可以賣 賣到好價錢 他們就賣 但是如果沒有呢 他們就用租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人來租了 有人來租了 租屋的人呢 齁 叫做呢 春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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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嬌當然是 比較有寄名 春嬌跟寄名 哈哈 這對夫妻呢 本來呢 是在高雄市 擺攤賣牛肉麵 在高雄市還蠻有名的喔 那 這家牛肉麵店呢 生意很好 在高雄的時候呢 就已經 生意做得非常好 那因為呢 春嬌的妹妹呢 秋嬌啊 春嬌 秋菊 秋嬌啊 秋嬌啊 以上都是畫名喔 寄名春嬌秋嬌都是畫名 那秋嬌呢 那呢 就駕到呢 台南 駕到呢 台南呢 還為了想要呢 究竟照顧媽媽 所以呢 他就跟春嬌商量說 欸你要不要一起搬到台南來 喔 那台南我們可以賣個 對 在這邊賣牛肉麵也很好啊 是不是 開個分店嘛 你高雄那邊已經 已經穩穩定了 也不是說你高雄就不做了 你繼續做 然後呢 台南呢再另外另屁一個 新的戰場 好啊 那春秋嬌就很積極 積極呢 幫的呢 就幫春嬌啊 就找到了呢 他們兄宅達人呢 這個呢 所買下的這間有英靈呢 的這樣一個 一個拓添醋 結果呢 租下來了 啊 可是一租下來之後 怪了 牛肉麵怎麼煮啊 都沒有香氣 怎麼會這樣呢 下禮拜 再告訴你